你好,我是董政隆 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在两周前左右 录制了韩国瑜的相关影片 然后结果呢 这两周呢 点阅数呢 现在已经破10万 那我在最后呢 举办的这个 留言比赛 就是你认为韩国瑜当选或不当选的 1000个理由 很快的留言数呢 也破千了 现在来到 将近2000人了 然后呢 在当时呢 我说如果你支持韩国瑜的话 你按赞 不支持的话 按不喜欢 那结果呢 比数呢 是喜欢的人数呢 将近7000人 那不喜欢的人数 大概75人 那这基本上也符合我在影片 或在网路上的观察 就是 喜欢的人数跟不喜欢的人数 大概是 就是99% 跟1%的比例 那在这部影片里面呢 我们要来谈三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 天助韩国瑜嘛 因为最近高雄呢 全台湾下大雨呢 导致了这个天气呢 有可能会帮助到韩国瑜的选战 那第二个呢 是空战大于入战 提出一个新的叫网优论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 那第三个是呢 我们也要再玩一次游戏 就是测韩国瑜的晚战优势 万战活动 那第一点呢 我们很快来讨论 就是最近高雄下大雨嘛 那我家门前真的有小河 我住在高雄大概八年的时间 我家的门前呢 出现小河的次数大概只有三次 在过去七年以前 今年以前呢 只有出现过一次 不管是狂风暴雨还是台风天 只有出现过一次 但是呢 今年再短短的 大概这两个月呢 我家的门前了 两次出现小河 然后后来呢 等雨退去了 我发现 怎么那么多蟑螂死在路边 因为蟑螂都被冲出来了 所以这个选战呢 到这里啊 竟然老天爷也要来帮助韩国瑜 因为这一个大雨一降呢 降出来很多问题 特别是治水的问题 高雄治水的问题 结果呢 现在对民进党呢 是非常非常的不利 好那 我们呢 来复习一下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那我最后提出一个新论 那这句话呢 是孙兵 兵法里面讲的 孙兵呢 他是大概 晚于孙子兵法 一百年后的一个兵法家 然后呢 他提到了一句话叫 天时地利人和 三者不得 虽胜有殃 这个意思是说呢 如果你没有 你没有获得天时地利人和的话 那你虽然胜利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些 遭殃的地方 就是负面的影响 所以最好是 把握天时地利跟人和 但是呢 在古代的时候 他们并没有空战 也甚至连海战几乎都没有 古代大家都只有陆战 所以在陆战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三个因素 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啊 现在的 现代化的打战呢 空战是大于陆战 因为你会听到 制空权跟制海权 所以空战大于陆战 意思是说呢 在海陆空作战的时候 上方的飞机啊 他们 如果你能够掌握制空权 那你就基本上 掌握了整个 整个战争的局势 飞机在空中 可以直接远程 超级远程的炸 炸对方 炸差不多之后呢 海军再出现 然后再用炮 去轰这样子 那只要空中 让对方呢 飞不起来 你基本上就赢了 好那用在 选战上呢 我提出来一个 新的 叫做网优论 就是选战的网路优势论 因为呢 我长期呢 在研究网路行销 或各式各样的行销策略呢 我观察到呢 拥有网路优势的 政治家 基本上 就会赢 基本上就会赢 这是我观察到一个点 好那 用在呢 现在 选战上呢 选战的网优论 基本上我们重新诠释 因为毕竟打选战跟过去真的 打仗是不太一样的 天使还是一样的 你的自然气候 那在现在这个时机点呢 刚好下一场大雨呢 天使竟然 首次是站在韩国瑜这边 没有天使也没有地利 因为地利呢就是政党倾向 就是在高雄的政党倾向 原本就是偏民进党 所以呢 韩国瑜没有地利 然后那 那人和的话呢 是指人民 民心啊 人民齐心 的这一股力量 民心的这一股力量 韩国瑜之前 有人和 但是没有天使 没有地利 所以打起来 其实是非常辛苦 但是现在呢 天使竟然站在他这边了 他只差没有地利 所以 有可能 很有可能 现在会逆转的 现在呢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 就是我 添加上去的 叫网优 我称为网路优势 这个网路优势的 基本上的意思就是呢 你仔细观察的话 现在呢 就是一个网路时代 透过网路呢 我们可以知道一些 你过去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所以呢 例如说 一支影片 在YouTube上面 新加坡 马来西亚 美国 世界各地的人都看得到 全世界的人都看得到 而且都在我的影片底下留言 这个呢 透过网路下去传播呢 这个速度呢 比你过去呢 口耳相传 然后遗传时 10%的速度还要快 透过网路去传递是最快 加上媒体的报道 所以呢 网路的优势呢 在现在选战里面 我认为也是一个 至关重要 除了天使地利任何之外 应该还要再加上 网路的优势 所以呢 整个 网优势呢 就是 在选战的时候 你要考虑的 不只是天使地利任何 你要考虑网路优势 那这四者之间的优劣呢 我们等一下会来看 那有些人会讲说 啊 董老师 你说 那个韩国瑜在网路的优势很好 但是呢 呃 陈其迈高雄有很多 很多老人家 又不上网 对不对 然后呢 都听那个地下电台 然后都支持陈其迈啊 好 那我就 就找了一个资料 高雄的人口结构图 大概是这样子 高于65岁的老人家 大概占 高雄人口的总比例 大概就是 你看在107年 民国107年的时候 只有在5到10%之间 那在过去呢 大概还有10到15%之间 换句话说呢 绝大部分的人口呢 都还不是属于老人 老年人的天下 20几岁到40到60几岁之间的人口 仍然是占最大多数 换句话说呢 即使呢老人家全部都投陈其迈 都没有上网 没关系 他们只占不到10% 所以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再怎么大也没有比年轻人站起来 支持他还要来的重要 例如说这个20岁到39岁之间的人 高雄呢 大概是占了15% 到还有过去的时候占到20几% 现在我猜为什么会突然大降 可能是年轻人 就的确是外移 很多青年人都外移 只要这些人呢 再回过头来 回来高雄去选战的话 他们的总人口数 是远远是超过老人家的 所以呢韩国瑜只要呢 这个网路优势呢 在青壮年的人口 只要是压倒性的获胜的话 然后再加上呢 这些外流的人口 愿意回来投票的话 基本上他的胜算是很大的 所以网路优势呢 他仍然还是一个很重要 很重要的指标 老人家再怎么占 人口比例是非常非常少的 接下来我们来看天时地利人和的重要性 还有网优的重要性 因为孟子呢 曾经讲过一句话 他说天时不如地利 地利不如人和 这什么意思呢 地利是指了你的城墙 你盖的护城墙护城池 如果你的城墙盖的够坚固 你占据了地利 那即使呢 天时不如地利的意思是说 即使天气很不好啊 或怎样天气再好 怎样 然后对方攻进来 老天爷天气再怎样 我只要护城池盖的好 城墙盖的好呢 你是攻不破的 那地利不如人和的意思是说 不管我的城池盖的再好 如果我城堡里面的 里面的人心呢 已经没有齐心了 然后大家都在怕 然后很怕会被攻破 也就是里面呢 本身的人已经没有办法团结一致了 那不管呢 你的地利再好 你迟早还是会被敌人攻破 那这个 如果敌人的气势压过于你的人名哦 那你还是迟早要输 所以孟子讲出来这句话 那我呢 要加一句话 就是 人和呢 甚至还不如 网优 因为我认为这四个条件里面 天使地利人和网优里面呢 网路优势是最大的 那这个呢 大家可以留待大家去思考或辩论 但是基本上我的论点很简单 因为呢 过去的战争或人和 是指我们区域间的人民 或民心之间的团结 就是民心 但是呢 现在呢 现在在网路上 网路的时代或选战的时代呢 网路上的优势 你可以原本只是高雄人的新生 只有高雄人这边会支持谁 或者是民心是在哪里 但是现在一旦 放在网路上 他的效应真的是一传十四传百 所以如果网路上呢 一面倒的优势呢 都是站在韩国瑜这边 我跟你讲 那会比当地人 或者是说 你们内部团结一致 还要来的 有更大的优势 举例来讲 举例来讲 例如说柯文哲柯P 他的网优就是无敌强 那网优之强呢 导致他竞争对手摇魂志 不管做什么呢 都会在网路上被人家攻击 批评 这个就是网优 然后那川普他的网路优势也很强 事实上西阿蕾 西阿蕾也不输他 西阿蕾他有媒体优势 对那但是呢 谁基本上只要 西阿蕾的得票数还是比川普多 所以呢 网路的优势呢 你如果赢了 你基本上 你这个选战 基本上就差不多赢了一半以上 不管啊 他们内部的 你内部的选民怎么想 一旦放在网路上 大家现在都很清楚啊 什么网路霸凌啊 一个小小的事件 在过去 只有几个人知道 现在透过网路呢 全台湾人都知道 全世界都知道 所以那个影响力 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丑闻 现在搞到全台湾人都知道你的丑闻 原本只是一个小小的车祸 现场只有小猫几只 看到这个死黄车祸 现在放到网路上 媒体上 就突然成千上万 数百万人 数千万人就看到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呢 区域性的人口的 的民心呢 不如整体 网路上的这个 声量来的大 最后呢 我提出一个万赞活动 因为我们上一则影片呢 大概有七千人按赞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 韩国瑜的晚赞优势 网路优势 那活动方式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你只要支持韩国瑜当选 你就按赞 那我们按赞就是你的支持 那我们看一看 有没有办法累积到一万个赞 用最快的速度累积到一万的赞 第二个呢你留言 留言留下什么 留下你对这个选战的看法 你认为谁会当选 你自己的想法 或者是你对这一部影片 我的看法认同吗 接下来呢你分享 因为分享是网优 网路优势的关键 你分享出去就有越多的朋友 知道这个东西 在网路优势里面呢 最重要就是网民愿意主动的分享 所以呢也麻烦你分享这部影片 到Facebook或是你的网站各方面都可以 让更多人来参与这个活动 第四个是订阅 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呢你就可以收到最及时的通知 之后如果我有更新一些新的影片 因为接下来我会在谈像柯P等等影片 你就可以及时收到通知 那我的影片呢 里面的一些活动你也可以及时的参与 这个基本上就是我提出的万丈活动 以及今天要跟你分享的内容 那现在就开始吧 我们来看一下最快最快要多久 才可以累积到一万个赞 我们来测一下韩国瑜的网路优势 OK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